阿祖法还是向康特提出了离婚 康特很心碎 他很痛苦 他不知道 他又一次伤害到了阿祖法 虽然康特口头上答应了离婚 但他心里还是不愿意跟阿祖法离开 他准备去找母亲算账 那么你们觉得 他们两个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彻底分崩离析呢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早 康特就来到附近的便利店 他买了很多水果的食物 准备去看望阿祖法 因为他昨天已经拜托老者帮他买了一片新的土地 所以他想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阿祖法 当康特带着满怀希望和新鲜水果食物来到阿祖法的小屋时 他遭遇了阿祖法的愤怒和绝望 阿祖法直接怒斥康特 告诉他康特的母亲一直在跟踪他 并且已经找到了他 这两天 康特的母亲不仅打扰了阿祖法 还威胁要烧掉他的房子 并且想要抢走阿斯曼 阿祖法感到极度不安 他不希望再受到康特母亲的骚扰 决定去城里申请离婚 他不想再掺和康特家的事情 康特听到阿祖法的愤怒和指责 感到极度震惊和无助 他急忙向阿祖法解释 试图平息他的怒火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在找你 已经半年了 请不要这样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恳求和歉意 面对康特的解释 阿祖法并没有软化 他坚定地反驳道 如果你真的爱我 那就应该阻止你的母亲来骚扰我 你能做得到吗 康特深感内疚 他承认自己的无知 我真的非常抱歉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一直在跟踪我 他的声音颤抖着 充满了悔恨 然而 阿祖法的态度依然坚决 他决定要保护自己和孩子们 我们还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吧 我真的受够了 我很担心他会伤害到我和孩子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姐说 不妨给阿东点个赞 支持一下 阿东也给姐姐阿姨们带来福利 我都能吃得起燕窝粥了 不爱吃早餐的姐妹 一定要试试这款燕窝淘胶羹 对女性健康特别好 打开就能吃 冬天啊 你可以把它加热一下 如果天气热啊 就直接吃 还精心地配了一个小勺子 配料比较干净 这方便健康又营养 肉眼可见的都是好东西 五股杂粮也吃得健康 口感顺滑不甜腻 这个价格啊 到手时和这碗 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是不是很划算 燕窝和陶娇的完美组合 成就一份营养早餐 营养独特还健康 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 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 前往橱窗选购 谢谢大家的支持 康特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不会离婚的 阿祖法 你现在很生气 我知道 但你先冷静一下 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决定 以免将来后悔 阿祖法的情绪依然激动 他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我已经决定了 我非常想要离婚 我无法忍受婆婆每天都来骚扰我的生活 这种日子我再也受不了了 康特努力地想要说服阿祖法 他的声音中带着恳求 离婚真的很糟糕 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处 对孩子 对你 对我都是如此 但阿祖法 你的决心似乎已经不可动摇 面对康特的劝说 阿祖法没有丝毫动摇 他拿起康特带来的食物 直接丢回给康特 坚定地说 走吧 走吧 我们进城去离婚吧 他的动作和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决绝 表明他不想再继续这段婚姻 康特再次尝试说服阿祖法 他强调自己的忠诚 我和其他男人真的不一样 我对你是忠心耿耿的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我会去处理好我母亲的问题 我保证 随着争吵的升级 康特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激动 他几乎是在挑战中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如果离婚能让你感到幸福 感到满意 那我就同意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要我的女儿阿什曼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女儿的深切关怀和对家庭的不舍 康特直接向阿祖法认错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我错了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阿祖法不变的爱意 但我依然很爱你 如果你不再爱我 我也无能为力 康特的这番话 既是对过去行为的忏悔 也是对阿祖法深情的告白 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无法改变阿祖法的决定 康特感到非常无奈 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阿祖法的爱和忠诚 我暂时离开先吧 如果没有了我 你也找不到像我这么专一的男人了吧 阿祖法 他的话语中既有自嘲 也有对阿祖法的深情告白 表明他愿意为了阿祖法的幸福考虑离婚 阿祖法再次强调 问题不在于康特 而是他的母亲 不是你的错 是你母亲的错 他试图让康特明白 他们之间的问题并非康特个人的问题 而是外部因素导致的 康特在离开前 还关心着阿祖法的生活 你把那些食物都留下来先 我暂时先离开 康特一路上在卡车里面非常生气 他发誓要找到母亲 还有吉尔纳 他要好好地处理他们两个 他心里面还是不希望跟阿祖法离婚 吧 放狗